何志偉為批評柯比髒髒包道歉 柯比說 在有戲的時候都會道歉 台北市市林大同區立委補選 將在明年1月舉辦 民進黨派出議員何志偉出現 柯文哲團隊則派出北市觀察局長陳思宇參戰 心同宣告百律破局 但何志偉仍不忘拉攏 台北市長柯文哲支持 所以他跟柯市長也是好朋友啊 不過柯文哲似乎還在記仇 何志偉曾批評他是髒髒包 好到會說我是髒髒包這樣 是 因此今天何志偉再度重申 如果柯市長心中有芥蒂 仍要說聲不好意思 不過柯比對於何志偉的道歉 似乎不怎麼領情 沒有說原諒不原諒啦 其實他有需要的時候都會道歉 所以覺得他現在需要你才道歉 沒有啦我是覺得還好啦 本來他就是這個樣子沒有差啦 至於陳時宇曾暗算出戰參選立委補選的 競爭對手是連任文門 昨天也在臉書道歉 說自己無心的話語成了惡意攻擊 不過被問到此事 何志偉受訪時僅表示 現在在臉書上面 或者他發言的評論 志偉其實希望交給選民去判斷 就這樣子而已 志偉心中的感覺 其實就上善落水 心如止水 很平靜很平靜